不过身为母亲怎么能不闻不问呢 震惊社会的日渊民工虐死詹姓高中生案 今天呢 彰化地院一审宣判 日渊民工负责人陈巧明是判刑13年 而死者詹姓高中生的妈妈黄芬却判4年6个月 披头散发 戴着口罩 陈巧明泪流满面 接压将近一年的她 头发变长 白发也变多 看起来苍老许多 法官认为陈巧明主导虐待詹姓高中生 事后又意图推卸责任 重判13年有期徒刑 被告陈巧明共犯两罪 犯伤害罪部分处论徒刑两年 另外施询拘禁制止罪处论徒刑12年 因执行有论徒刑13年 彰化地检署查出去年5月 陈巧明认为詹姓高中生有不服管教的情形 因此自行采用管教程序 管教的手法竟然是教唆他人 殴打宁月詹姓高中生 结果造成死亡 任不认罪陈巧明 任不认罪 遭到判刑后 法院随即召开接押庭 决定是否蓄押陈巧明 陈巧明当庭强调自己真的不是坏人 希望法官准以交保 但是他的冷血行径 恐怕无法轻易获得 占信高中生家属的原谅 联邦报林婉玉江华报道 是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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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